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民怨沸腾 结果催生二月革命 令沙皇退位 但由贵族主导的临时政府没有令社会矛盾消失 结果由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再在圣比德堡发动十月革命 当晚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弗洛尔号秦阳南 向临时政府所在地东宫发炮 之后起义队伍发动进攻 令俄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共产政权 影响深远 时至今日 俄罗斯人对这段历史仍然有不同看法 有民众认为 若果当年从未曾发生革命 俄罗斯人甚至全球多个国家 命运都可能完全不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 有些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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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部都被拖了 所以可能现在 他现在在西班牙 我认为 因为我们在地上 这些人会有一个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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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就是坏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年底说过 会为革命100周年筹办纪念活动 但是至今仍然未有详细消息 当地有评论认为 克里姆林宫实际上 不想大事慶祝 因为普京不会想鼓吹革命 否则可能和当年的沙皇一样 黯然下 接下来是社评摘摇 交给你 李文欣 好啊 《明报社论》 欧盟面对来势匈匈匈的 右翼民粹主义浪潮 京涂海浪下 总算化险为宜 通过了今年 连长选战考验的第一关 上星期荷兰国会大选 河板特朗普 怀疑德斯领导的极有自由党 未能一日成为第一大党 令到欧盟松一口气 而如果说右翼民粹骨牌效应 就此打住 避免一厂情愿 右翼民粹主义的危害 作于它煽动、愤怒、仇恨 塑造人民公敌 麻木鼓吹排外 而非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书法 创出千变万化的救途 上环有条文华里 聚集十几档涂章摊 又称为涂章街 在十九世纪中最兴盛 至香港开埠 不论到银行存钱、签契约、文书来往 一切都不用手签 用图章吸引 中尚环是华人主要商贸集中地 图章摊档漸漸聚集 全成期有三十几档 吴感泉有三十几年的雕刻经验 十六岁起在澳门学师 来香港之后经朋友介绍 接手摊档 我们以前一辈挑途章 就不是说师傅不是教 而是看着师傅做 然后有什么不明白 你自己去学 以前一辈叫做偷诗偷诗 二、三十年代 那时候流动小贩都未去规划 在楼梯底下 用木箱、桌子、楼梯 带着在街边做 后期政府发烧牌 这样就比较固定了 说到图章的款式 可以说是千变万化 有观印、行章 亦有分音、羊 亦可以钓铁书、蒜书、甲骨纹等等 而在用料方面 表面同样是类类类类类类 有章牙、牛角、木、石、肉都有 师傅首先把印章的底部磨滑 再收边、打十字、画边 再起草图 然后用刀刁 最后烤边,增加它的古葡味 除了刁刻技巧讲究之外 吸引也很考功夫 首先用一只手在印泥上印几人 之后用口吹一吹 因为水分的增加 就可以令颜色鲜艳 然后再用双手印上去 那就大功告成了 受到西方文化影响 加上色字率上升 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 开始流行改用手签 图章漸漸被摒弃 在时代变迁之下 现在做章的客人 多数都是用来收藏艺术之用 师傅也会为客人加入卡通、其他语言 甚至用电脑做原子人 跟着潮流做 因为每一个客人 每一个人的要求 或者是他自己设计出来去做 其实我们做手工艺 就是你有文字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去模仿你去做 比方说 日文、韩文、英文 今天的印章随着潮流 已经不是当初那样 印章为我们留下印记 留下香港的历史味 他们的本身 也留下了不磨灭的印痕 接着是社评责要 交给你李文欣